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沙醬 今天呢 是外國人為什麼要來台灣的第二集 那請到我的好朋友 這邊是中日混血兒的ゆうかりちゃん 然後這一位呢 是香港來的劉殿下 歡迎 那今天呢 這一集主要是想要請問劉殿下 就是他是香港人嘛 為什麼會想要來台灣 因為現在是正式過年期間 然後我就很激烈想說 欸 香港人也是這個時候過年 可是他會特別特別想要來台灣 我就很好奇想問他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大家知道有看新聞的話 就是最近香港都發生很多事嘛 所以有時候就覺得自己心情可能需要調整一下這樣子 所以就特別這次就來到台灣 就是感受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讓自己心靈死滴嗎 對 有一點這樣的感覺 因為每次來到台灣可能是風景 可能就是食物好吃 還有就是人特別的熱情 所以就每次來台灣的時候都感覺到自己的能量 有一點恢復的這樣的感覺 喔 真的很開心耶 對對對 所以你才會這麼多國家都你才會選擇台灣 對 其實我每一年都會來台灣一次這樣 那個殿下來的時候我們也有見過面 然後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對 應該是 那我想問一下殿下你剛剛說 可能風景美啊 或者是食物好吃啊 然後人很熱情的這個部分想問一下 香港人的眼中是怎樣的台灣風景 會讓香港人會覺得漂亮這樣子 或是你喜歡 我會有點好奇 有那個文青的風味 因為比較放鬆的 今天我去了華山那個文青區 感覺到 因為在香港其實沒有這類型的東西 沒有這類型的地方 我不曉得 所以每次我來台灣都會特別去這些地方 比如說昨天 因為我是昨天來台灣嘛 昨天我還去了松山那那個文青區 我剛剛在想說我想要推薦你去那邊 然後有嗎 我已經去了 我已經去了 因為那邊很多那種小東西 文青都會很喜歡 有很多文青的東西 就感覺比較近切吧 其實大家人的距離好像比較近嘛 所以比較特別喜歡這種感覺 今天在華山那邊就有很多不同的看位 也有就是有些街頭藝人在表演 我覺得很放鬆 就看到很多新的東西 覺得很不錯 其實我好像長大之後 我還沒有去過香港 所以我就對香港的這個風景 不是很了解 那像我們今天很文青喔 我們今天在四川淡雪裡面 香港會比較少有那種草原啊 像華山有草原嗎 然後那種比較大空間的 是比較少這樣 差不多是沒有 因為香港的草原 因為人住都不夠了對不對 所以很難有什麼 比較小一點 對 在香港有可能是有好地 但是是不可以進入的那種 所以就不是讓你可以在那邊坐下來看樹什麼的 就感覺好像香港人都過得很忙碌的生活的感覺 對 在旅遊的時候才可以放鬆 心情 喔 了解 不過我覺得我遇到的香港人 人都很好 對 對香港人有很多好印象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像美食的話 因為我覺得像日本人喜歡 那這個其實也是香港的文化 像台灣就也是會有類似的 可是你說你喜歡台灣的食物的話 是像哪些東西是你覺得不一樣的話嗎 還是說台灣的飲茶有跟香港不一樣嗎 台灣的飲茶我就沒試過 但是我比較喜歡台灣的 比如說牛肉麵啊 欸 香港沒有嗎 香港是有的 但是那個口味 香港的台式的牛肉麵比較淡一點 我覺得沒有台灣的 欸 我有點記得是 你說在香港看到它是寫台式牛肉麵這樣子喔 它有無寫 但是我搞不清楚它是真的還是假的 可是我很驚訝的是 所以就對於香港來說 牛肉麵是外來的東西的感覺嗎 在香港是外來的感覺 欸 我覺得很記得 因為我想說香港可能也會有牛肉麵 所以就還會特別寫台式 喔 好有趣喔 欸 你特別喜歡牛肉麵這樣子 對 每次來台灣大概都會吃三到四個 喔 對 你會吃好多家不同的 對對 吃一下不同的 欸 那我想問一下殿下 你是來台灣幾次 應該五次吧 沒去過香港 嗯 對 要來一下 對啊 我去想去 我想去那個香港飲食 換你換你換 你好像有特別的東西 那個Cookie 有一次那個很像狗的那個 有耳朵的 然後就一陣子好像只有香港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東京迪士尼日園也是有沒有 然後它是可以把自己名字貼上的 對 它是可以把自己名字貼上的 那個有一個帽子 對 米吉米尼的帽子 對 這邊可以印自己的名字 對 是 所以我看到在迪士尼 香港迪士尼很多日本人 你也講到迪士尼 我想問一下兩位喔 就是你們知道 本來香港迪士尼這個東西 本來是要蓋在台灣 不是香港這件事嗎 嗯 有上去的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對 本來香港的迪士尼 是要蓋在台灣的 後來就是 對 就沒有蓋在台灣 就跑去香港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說那個台灣人很友善的話 因為像我們都覺得香港人很友善 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覺得熱情的程度可以高一點 對 更熱情 很多我覺得 其實我第一次是聽到 有一句話嘛 台灣最美的風景 自然啊 我們常常都聽到這句話 但是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就感受到這件事情 有什麼故事嗎 對 有一個故事是 其實第一次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是來 我是去台中的 喔 你好厲害 你第一次是去台中 對 我是去台中的 但是那個時候我是住在一個旅館 然後我問他嘛 因為我有聽說 在台中他搭公車 頭不知道是幾公里是不用錢嘛 用那個Yoyo卡去付的話 他是好像是不用錢的 但是我就問那個旅館的老闆 我就問他是不是有件事情 我說Yoyo卡可以去哪裡買嗎 但是他就說我借給你就可以啊 他就直接就借給我 結果我就感到特別的熱情 因為在 很溫暖 就是在香港的話很難出現 因為他要付出自己的東西 去借給一個第一次見面的人嘛 然後不是朋友也不是什麼親人 這樣子 我就覺得特別有 對這件事情有感覺一點 我覺得我有一個類似的經驗就是 因為像我在台灣不太會坐公車 所以我很少坐公車 然後就是有時候可能 就坐公車要Yoyo卡或者是投幣嘛 但是我好像剛好Yoyo卡沒有錢 可是我在掏我的零錢的時候 又發現我沒有零錢 然後我想說欸怎麼辦有點尷尬 我正想要投下我的100元抄的時候 旁邊的台灣人居然他就說 沒關係啦我幫你投 就幫我投讓我下車耶 完全的陌生人 然後我也來不及跟他說謝謝 就因為司機就急著要開嘛 就我就一直跟他謝謝 但是也不知道怎麼報答他 我就覺得啊天啊真的是 心情非常的溫暖 對我想到還有一點呢是 因為我每次遇到外國人 真的都會很喜歡問他說 欸為什麼會來台灣啊 然後就有另外一位香港人 他跟我講說他來台灣的原因是 來學手沖咖啡 就讓我非常的驚訝這樣 我就問他說欸為什麼啊 他就說他覺得手沖咖啡的技術 台灣的比香港好很多 所以他就特別來這邊學 然後他好像也會想要開咖啡廳這樣子 想說台灣的咖啡廳 有很多很棒的 然後有很多間是沒錯 但是店下有覺得 有什麼不一樣嗎 因為在香港好像沒有很多咖啡廳 就是比較連鎖的一些集團產品 啊 就是自己自己開的 我感覺是比較少 喔 了解 但是我來台灣的時候有看到很多 就是有自己的風格的味道 啊 我想到了 因為像今天我們聊到 店下喜歡台灣的這個文創的東西啊 或是像我剛剛講的咖啡的東西 其實他們呢都跟創業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都還蠻喜歡自己創業的 就很有勇氣 我覺得像日本人的話 不見得那麼有勇氣 就可能就會想說 我就去那個大公司上班就好了 會有這種感覺 對 那個香港人來說 香港人會喜歡創業嗎 因為你說都是一些大的連鎖店 然後我聽起來我會覺得 欸 那是不是比較沒有那麼多人會想要創業 然後可能都會是去企業上班 我覺得還有其他的原因 因為在香港創業的成本太高 在香港要租房間都有問題 最主要我覺得是這個原因 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去嘗試 不敢去開始 就好像比例上沒有這麼多的創業的人在這裡 了解 對 這個是一個大的問題 就我也想問一下店下 因為其實一開始就是香港一些世界的時候 我有關心店下 然後就我們就聊一下 但是後期啊 就因為我在台灣也會一直看新聞 但是我就會看到好像也有很多假新聞對不對 後來我就不知道到底是怎樣才是真的 然後我也不好意思就是問店下 或者是說我怕我如果關心你 我也會覺得怕 你會不會覺得 你可能會有很多朋友 你會一樣的這樣關心 我怕你會覺得很煩 所以我那時候也就是不好意思 我想說最近店下的家裡啊 家人都還好嗎? 還好嗎? 就是算是平穩的一點 還是會有怎麼說就是這些事件 生活上還是有一些影響? 對 自己的心情啊 還有就是可能大家都不太想再去談這個新聞之類的 有可能是新聞出來了 我們就換另外一個台去看一些輕鬆的 大家都好像是有意的去避免那些話題這樣子 就是怕有可能是出現一些就是家庭裡面的一些衝突吧 所以算是一個另外一個方式去注意 就不管是香港還是台灣 就也是會容易可能因為一些政治的問題跟家人吵架對不對 然後像台灣最近也有那個大選舉 然後然後 對對對 我也一直很留意 對對對 對對對 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好像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連我的好多什麼日本朋友都會說 你就是呼籲台灣人去投票啊是不是 我會覺得好驚訝喔 對 日本人自己都不投自己的總統 日本人自己都不投票而已 我很關心台灣 欸你們要投票喔這樣子 就最近有看到一些標語 就是說政治是一時的 但是家人是永遠的 就是說不要因為一時的可能政治的問題 跟家人破壞的關係這樣子 對 我們今天因為可能想要聊的東西太多了 我們今天就先這樣好了 今天謝謝兩位我的好朋友 謝謝 對 我有跟殿下一起拍影片 然後殿下他是有經營那個YouTube頻道的 也可以去他的頻道看看 就我們有合作的影片 然後那我們的我自己的頻道 有其他的類別影片也歡迎看看 然後每天也用中文日文用Facebook、Instagram 分享、資訊也請大家多多追蹤 那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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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全民族的各位 謝謝 我們下集再見